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五隻王子 還有他們的地場生活 首先是他們的活動範圍 在家裡除了主臥室、更衣室、還有廁所以外 其他客廳、廚房、儲藏室、電腦房 都是他們可以自由進出活動的空間 那他們平常玩樂的地方就在客廳沙發後面的部分 他們還有三個訂做的貓跳台 以及一面很大的貓牆 像Felix就特別喜歡睡在我身後的太空廠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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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太空廠 那關於他們的飲食部分呢 在他們活動範圍裡面 總共有四個放飼料的碗 那我是讓他們屬於吃到飽的方式 那只有在每天晚上要餵食肉泥生食的時候 才會提前大概兩到三個小時把碗收起來 那關於貓砂盆呢 我們家裡總共有五個貓砂盆 其中兩個我還特別去IKEA 買最大型的收納盒來當貓砂盆 大概長大約75公分 不然家裡的DARIAN 他每次上廁所我都覺得他轉身有困難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五隻王子的生活習性 首先呢大王子 他的名字叫DARIAN 生日是2015年12月21號 所以他現在快要滿五歲 那他是從紐西蘭來的 當初來家裡的時候只有三公斤 可是呢經過了這快要五年的時間 他現在已經變成15公斤了 他就是如果可以躺就不會坐 如果可以坐就不會站的一隻貓 然後他平常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 吃菲力牛排跟睡覺 而且DARIAN啊是五隻貓裡面 唯一有做過醫美的 你沒有聽錯啊 他就是眼睛有做過醫美手術 他做過割了三次雙眼皮 因為他的皮太鬆結毛會倒叉 所以我們帶他去把眼角的眼皮縫緊一點這樣子 然後呢因為免疫貓有一個稱號叫做溫柔的巨人 算是很成熟穩重的 那他跟老二S人比較親近 其他都跟他處不好 只要其他隻靠近他都會被他打 還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就是 他肚子餓的時候會去舔桌腳 二王子他的名字叫AX人 他的生日是2016年5月16日 目前已經滿四歲 他是一隻豹貓來自英國 然後呢AX人他算是五隻貓裡面最好照顧的 因為他很獨立 而且他滿隨和的 跟其他兄弟都相處得很好 然後呢他常常會跟老三Bowen還有老四Niklas玩摔角 玩完的結果就是滿嘴都是對方的毛 然後他有一個很奇怪的嗜好就是 他喜歡別人拍他的屁股 三王子他的名字叫Bowen 生日是2016年11月16日 目前快要滿四歲 他是一隻俄羅斯藍貓 他是五隻貓裡面最怕生的 每次只要陌生人來他都會躲到一個你很難找到的地方 比如說跑步機下面啊 電腦後面啊 然後呢他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你們有聽過貓對魚過敏的嗎 他就是對魚過敏 我帶他的血液去做過敏源檢測 他對魚重度過敏 所以只要有零食裡面含有魚的成分 他一吃頭馬上腫起來 就是我們平常在買零食的時候 都要注意裡面都不能有魚的成分 然後呢他每天晚上10點 就會跟Felix打來打去 叫來叫去追來追去 然後還會互相騎來騎去 四王子 他的名字叫Niklas 生日是2017年12月29日 目前快要滿3歲 他是一隻從烏克蘭來的免嬰貓 從烏克蘭到台灣呢 他要經過烏克蘭、波蘭、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 然後最後在英國呢再坐飛機回到台灣 真的是一個路途非常遙遠 然後呢 Niklas他是五隻貓裡面最愛吃的 只要我們靠近冰箱或是我的Felix Panda來了 他都會靠過來 什麼東西都想吃 然後別隻貓在吃飯 他也會湊過去吃 那Niklas是比較可以抱他的貓 然後他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就是 他早上4、5點的時候就會抓你的門 叫你起床 小王子Felix 他的生日是2018年12月12號 目前是一歲多快要滿2歲 他是一隻布偶貓 來自紐西蘭 他的花紋是很漂亮的三貓紋 然後呢他有一雙水藍色的眼睛 然後他跟老師Niklas比較好 他常常會跟在他旁邊睡覺啊 吃東西啊 模仿他 Niklas做Felix就做什麼 然後每天晚上就是會跟波蘭打來打去 時間差不多了 又到了五隻王子每天晚上吃肉泥的時間了 那這一些肉泥呢都是在家裡我們自己做的 至於呢 詳細的製作過程我們下一集會介紹 那我們就來去準備吧 現在我們就要來準備 吃貓王子的晚餐啦 首先呢 從冰箱把 菲利牛排拿出來 然後呢我們等一下要 幫他隔水加熱 讓他回復到室溫才不會太冰 旁邊剛剛有準備好的熱水而已 然後把他放進去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 海... 不是啦 加一點過濾水 攪拌一下 然後 還要加一些貓平常需要的 維生素 綠氨酸牛黃酸 OPC 跟BioCoat 稍微先攪拌一下 這個是... 鯉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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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一個是... 最後一個是... 最後一個是舒緩貓情緒的 今天... 家裡陌生人比較多 所以要加一點這個 讓他們不要太緊張 然後... 而且... 因為這個... 舒緩情緒的 他怕熱 所以要把他從隔水加熱拿出來再加 再來我們就把... 這個... 這一碗... 菲利牛排肉泥 分裝 然後再來... 就是餵食秀啦 吃飯的時間到了 如果他們都自己靠過來了 我們先... 讓餵食人吃 現在呢... 是Darren要吃飯的 不是你的蘭莉克蘭斯 再來是小王子 Felix 然後是... 老師 Niklas 教練 Nikas很調皮 他常常... 不喜歡自己吃 一定要用味頭 Fe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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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kes Felix Pelix Felix 没收到 看你怎么把我们碰到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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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山大半 今天呢我们家五只小王子都吃饱了 但是我还没吃 我很饿 所以我还去吃和牛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之后呢也会再继续拍其他 跟猫相关的影片 或是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看的题材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然后要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拜拜 我们现在要来介绍五只王子的这个 不知道叫什么 成长经历 那个成长经历或者是 成长背景 编年史 现在要来介绍五只王子们的由来历 靠腰重来 来历是不是 来历 来历 最后呢 我怎么带 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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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是好朋友吧 那我可以摸你吗 上位那一只 你是最简单的吗 这一只 证明一下你很困难 请开始你的表演 閩 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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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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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要吃的飞麗末 首先把它開通 中文字幕 李宗盛